李佳琪不是掉粉超百万嘛 货怎么依旧卖得这么好 近日李佳琪的直播间盛况空前 13日晚上还有一场最新直播流量暴增 不少网友注意到李佳琪最新的直播带货 无瓦分的商品急速被秒杀 售出速度甚至比以往更惊人 尽管弹幕飘着的全是嘲讽反思了嘛 公子长了嘛不是说坐在这里就头痛嘛 但直播间的流量依旧非常惊人 不仅如此李佳琪每日发出的包含选品的直播预告 依然有非常多的人关注 即使不断有网友在喊着真气点别买了 商品还是一样一样的备受空 观看人数比以往正常直播的时候还多 是大家没有骨气嘛 网友表示其实很好理解 其一平白增加的流量很多其实都是看热闹 想看看直播间哪些人在骂李佳琪 自己又该怎么骂骂李佳琪解气 而且有很多人有逆反心理 这么多人骂他就偏要支持 其二有人表示不少观看他直播间的人 或许根本无暇关注最近的新闻 对他当即脱口而出的79块真的不贵 也还没有敏感的反应过来 最后李佳琪虽然掉了很多真爱粉 大多是有一定购买力但对他感到失望的观众 大家依然可以寻找别的选择 但即使是百万这样惊人的数字的粉丝 也只是李佳琪所有粉丝中的一部分 不少人虽然对李佳琪感到失望 但薅羊毛是自己养成的本能 看到实惠又优质的商品还是会下单购买 并不是所有人都没骨气 正像无数人嘲讽李佳琪的初衷一样 这些打工人真的一分一毛都来之不易 短时间内如果出现了李佳琪的最佳替代品 估计也不会聚集在他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